日本北海道串入日台清善协会会长小船锦修一 5号的下午率领了一行人特别拜访华联市公所 由市长魏佳燕、竹蜜欧美华 以及各客室主管亲自接待 儿童人们也高举两国国旗 热切表达对友好城市来访的欢迎 华联市与日本北海道串入市 在2022年签订友好城市交流协定后 两市之间的交流频繁 5号下午穿入日台清善协会一行人 也在会长小船锦修一的率队下来到花联市公所 受到同仁们的热情欢迎 而会中小船锦会长也带来穿入市长辖民大爷的信函 他表示希望透过实地参访的交流互动 能更加深化彼此情谊 并在文化经济及体育运动等方面 可以超多元化的交流迈进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也欢迎我们川路市日台清善友好协会 那其实回想过去 2022年8月31号 那从视讯的签订的这个友好交流协议 一直到现在到直到 我今年6月到川路去做交流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一直跟虾民市长有保持持续的一个联络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可以在文化体育 艺术等等相关的一个方面做一个交流 那尤其是在华联地区 我们有原住民 那在北海道地区 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带着不同的族群 带着不同好朋友们一起做一个交流 华联市致力推动城市外交 不仅与各城市伸出友谊之手 更持续巩固原有情谊 魏嘉燕表示 外交工作的封硕成果 是由华联市公所 外交部等政府单位 及国际民间友人等多方努力促成 感谢市民代表会 对这项政策给予的支持与肯定 同时也需要市民的认同与协力 才能让华联走向国际 成为日本甚至全世界旅客 访台旅游首选 除了带动观望热潮 提升经贸财业发展 也希望能让华联的孩子们 有机会走出台湾增广见闻 为华联的未来开拓更多机会 记者 徐丽晴 华联市报导